而文仁出身的国防部长顾立雄上任之后 频频被质疑缺乏军中经验 包含近期取骚国军回报机制 却下有对策 也被质疑换汤不换药 而黄埔建造百年少庆上 顾立雄行扶手礼食 不时的左右观望 而且还在途中把手放下 军官纷纷朝总统赖清德举起手来 国防部长顾立雄跟着行李 只不过看了身旁的立法院长韩国瑜 手上拿棋子没举手 他也跟着把手放下 但还是很不放心 在向左一瞥 军官们还在行李 这手到底该往哪里摆 乃英立伟很在意 那个形成一个很奇怪的情况 然后你还看了一下左边 发现他没动 然后又赶快收回来 国防部长顾立雄笑得实在很尴尬 不过强调自己是对的 乐队要做这个对总统的致敬群的时候 我应该是要行扶手礼的 所以我想我行扶手礼是对的 到底对不对 专家来分析 回到黄埔建校百年校庆 官员向赖总统行李 军官身穿军服行的是举手礼 韩院长手拿棋子 不方便举手 因而做出注目礼 反观国防部长顾立雄 身穿西装行扶手礼 没有错 只是中途放下 显得有点尴尬 那个当下的话应该是扶手礼 但他犹豫了 大家看到他犹豫了 而文人出身的国防部长顾立雄 军中下级却传出阳奉阴违 明明又取消安全回报 军中却换了名词 继续回报管制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我在这里面要求就是说 希望不要再额外的律定 其他的规定来做限制 那只有说 这个休假的官民遇到状况 才需要主动回报 国防部长顾立雄上任后减法改革 如何与军方磨合需要好好沟通 盛大场合的军中礼仪 可能也需要再三却认 接着黄泽连黄泽开台北报道